選戰進入倒數10天 每位候選人尋求知名的政治人物 來站台拉台聲勢 16號下午韓國瑜就來到了花蓮 替國民黨提名候選人肇事 韓國瑜他除了在台上推薦票要投徐正衛 更是高歌一曲 花蓮現場選舉相當激烈 16號下午韓國瑜在花蓮中區鳳林 以及北區花蓮市喊出大團結 韓國瑜陪同爭取連任的花蓮現場徐正衛進場 現場群眾完全沸騰 台上的韓國瑜除了推薦票投徐正衛 更是高歌一曲 我有個怕 瀟灑多情 人人都說 花蓮之心 有個好 美麗大法 人人都說 花蓮之花 給他支持 讓他能夠繼續在未來四年 能夠繼續認真負責 然後非常有效率領導花蓮 各位可以看花蓮縣這幾年 所有的指標全面進步 醫療 交通 社會福利 科技 青年創業 原住民鄉的照顧 每一個指標都在快速進步 真的是不得了 各位相信 這麼棒的縣長 一定要全力支持 後面還有很多鄉政長和議員 我沒有辦法一一介紹 反正投法越少的 你的票一定要投得越多好不好 縣長徐正衛重申 蘇花蓮一期做好了 是復婚旗帶對抗議爭取來的 現在要做第二期 蘇花鞍 希望他在立法院能夠加把勁 讓花東的鄉親 能夠有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同時也期待國道六號 能夠盡快的通往花蓮 現在我們要做 蘇花蓮的二期就是蘇花鞍對不對 前復婚旗在中央 加把勁好不好 好 現在已經開始始動了對不對 另外有一條我們心心念念的 花東快對不對 花東快的進度 現在可行性研究報告出來了 我在考復婚旗是不是 所以他現在可行性報告出來了對不對 我們期待的環島高速路網 我們其中一條花東快 現在開始評估已經出來了對不對 很重要的 不只是為花蓮 更為台灣打通我們的交通 更度而賣 是什麼 活到六號對不對 雖然百般萬難 千難萬難 但是花蓮有一顆堅持持續的心 我們要活到六號對不對 對不對 無論是十年二十年我們年年要發生 因為不發生中央就不會重視對不對 五合一選舉正式進入倒數 麗品連熱的國民黨花蓮縣長徐正衛 在花蓮中區鳳林鎮以及北區花蓮市 舉辦團結聯合四次大會 前高雄市長韓國瑜等人 而同黨的政壇明星也特地站台 韓國瑜更是讚譽徐正衛 以及立委傅崑奇為地方的付出 記者臨結綜合報導